北京气氛诡异 习近平或正坐在火山口上 中秋两则消息令人感叹 中国人怎么了 中共为何宣称九二共识 没个表 女王仅用一瓶红酒就错了习近平的锐气 日本考虑开放自由行 时间点或将公布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药文 我是王静怡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一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距离中共二十大越来越近 北京的气氛却是越来越诡异 早前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通报 习近平要在9月14号到访 接着俄罗斯外交部以及总统普京 都公开表示习近平会出席 15号到16号的上和峰会 但是直到9月12号 中共官方都没有证实习近平要出访 王丹在直播节目中说 连普京都说了习近平会来 但中共官方到现在都不确认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有人说习近平出访 是为了显示二十大大局已定 但这不大可能 因为如果是这样 习近平应该大张旗鼓 王丹说 官方对习近平出访的处理方法显示 其中必有鬼 虽然中共对习普会非常的低调 但是中共常委栗战书访俄 毫不避讳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 法广11号报道说 栗战书离开海参崴后就去了莫斯科 他向俄方强调新时代中俄关系将不断地迈上新台阶 普京则表示相信俄中贸易将迈向更高目标 然而此时正值俄军在乌克兰节节溃败 被迫从乌东仓促撤退 乌克兰夺回哈尔科夫州战略重镇19亩 这是这场俄乌战争的重要转折 紧接着乌克兰又拿下了罗干茨克州的斯瓦托夫 这更是乌克兰的非一般性的胜利 因为这个地区早在俄乌战争之前 就被七俄分离分子控制 俄罗斯的溃败引发俄罗斯国内爆发大规模的游行 要求普京下台 在二十大前夕 俄罗斯和普京突然遭遇巨变 这对习近平可能有不利的影响 普京为解困会向北京寻求更多的支持 习近平如果同意 可能会引发西方的制裁 党内反习派系也可能借机找事 这甚至可能会影响二十大 有意思的是 最近在中国国内的媒体上 不仅能看到俄罗斯溃败的消息 还能搜到俄国人大规模的抗议游行的视频 9月8日 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 发布杰尼索夫大使新闻发布会的内容摘要 一共四大要点 其中之一是杰尼索夫大使宣布 中共二十大后 中国领导层人事变动 不会影响俄中伙伴关系 我们的关系是独立自主的 不取决于个人立场 如果习近平笃定在连任 二十大后也仍定于一尊 俄国大使似乎没必要做这种表态 因此这段话引起了各种猜测 杰尼索夫大使还表示 已经提出俄罗斯总理来华访问的申请 上周中共政治局开会 泄露了中共二十大要再度修改党章的消息 这被认为是要强化习近平的地位 但是细品下来 这背后似乎也另有文章 法广12号发文说 中共十九大已经修改了党章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式写入 二十大继续修改党章 还有必要吗 法广写道 让观察人士疑惑的是 既已经废除了任期制 也已经在十九大修改了党章 准备在二十大连任的习近平 还要在二十大修改党章 强化自己的地位 难道习近平对自己的地位缺乏百分之百的把握吗 法广认为 看起来习近平政权远远没有固若金汤 历史学家余英时 在六四二十五周年时曾指出 共产党现在是坐在一个火山上面 但到底怎么样结束 谁也不敢说 现在习近平会不会有一种坐在火山上面的感觉呢 9月10日是中国传统的中秋节 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官方微博 祝贺中国人中秋节快乐 美国外交官们更朗诵了 北宋词人苏式的水调歌头 用彰显中国文化来传递对中国人的祝福和善意 但让人意外的是 在留言区 许多中国网民 用代表美国重大创伤的911事件来做回应 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贺词说 我们祝大家中秋快乐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产权 一些网民回应说 也祝你们911快乐 明天换我来祝福你们 也有人干脆谩骂到 在美的诗句 从强盗和骗子嘴里念出来 都不是那么回事了 这些恶毒的留言令人质疑 中国人是怎么了 有人说这要归功于中共的仇恨教育 中共为统治需要洗脑中国人仇恨台湾 日本美国和其他自由社会 美国帮助中华民国政府赢得抗日战争胜利 日本经济援助中国43年 累计超过12000亿日元 但中共对这些只字不提 反而不断地进行美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之类的洗脑教育 另外中共建政以来 为巩固政权发起的历次运动 都用煽动仇恨开道 例如煽动农民恨地主 学生恨老师等等 这些仇恨教育和政治斗争 让中国人人性有趣 这两天还有一则消息也让人诧异 成都最近连续遭遇天灾人祸 最近更因清零政策进入全城封锁 许多人家里没有存粮 陷入人道灾难 10日传出消息说 银海中心有人跳楼 这个小区房价昂贵 住户以中产为主 悲剧发生之后 业主群里有人第一时间说 不要对外发 不然房价跌一万 其他业主也纷纷地赞同 网民感叹说 这就是时下中国中产阶级的缩影 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只关心个人得失 对他人生死置若妄文 中共政协机关报9月10日刊文 宣称要给九二共识正本清源 强调九二共识只有一中 没有各表 甚至直接说 国民党高层偷换概念 把九二共识称为 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这令国民党在地方大选前夕 瞬间陷入了困境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很快回应说 中共官媒看出这样重大宣誓性的政治性文章 都要经过中央宣传部审批 因此这就是中共官方的立场 中共这是打了国民党一个耳光 也是明白地告诉台湾 不管你以中华民国自居 还是自认为是台湾 甚至你哪怕只提出维持现状 在中方眼里都叫做台独 没有各表 只有一中 自由时报发表评论 分析中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做这样的事 认为这篇文章不是临时起义 而是有备而来 是在中共筹备二十大的前夕 在台湾九和一地方选举竞选活动的热头上 北京当局决定放弃长期以来的模糊做法 改用直线底牌的清晰战略 文章认为北京这样做有两个关键考量 一是认为国民党在台湾已经无法与民进党抗衡 二是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美来看 当前国民党高层已经偏离了原本的路线 甚至距离推动两岸和平统一越来越远 因此中共已经不再对国民党抱有希望 文章最后说 国民党希望在亲美和亲共之间左右逢源 但中共现在放了狠话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板明夫 9月9日在脸书发文 缅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石板明夫写道 女王在位70年经历冷战时代和全球化时代 她遵循着立宪君主制统而不治的原则 在政治上极少发言 却用独特的方法支撑着英国的政治与外交 每逢重大问题发生 女王会用高雅含蓄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 凝聚大英国的人民 石板明夫特别提及 2015年女王宴请来访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时 用的是1989年份的法国红酒 暗示英国人民从来没有忘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 含蓄的向北京传达英伦对中国民主与人权状况的关切 虽然在国宴上女王没有半句和人权有关的言论 但这场国宴上的红酒却成为国际媒体最瞩目的话题 让当时不可一世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感到灰头土脸 石板明夫最后表示 在今天这个战狼外交横行的时代 女王的柔性外交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希望查尔斯国王能够继续以这种文明的方式影响世界 世界各国正逐步的放宽观光和入境政策 希望经济和防疫上取得双赢 日本9月7日再将放宽入境人数限制 现考虑进一步开放自由行 捷径的时间点可能在秋冬季节 据产经新闻报道 日本内阁官方副长官慕元成二 11日在富士电视台节目中说 政府希望进一步放宽边境管控 例如取消单日入境人数限制恢复自由行 最近日本将单日入境人数放宽为5万人 而且允许不带导游的跟团游 但仅限于102个国家和地区 慕元成二表示 他觉得现在日本松绑不够 政府需要在不远的将来 让外国游客感受日本秋冬的魅力 据独卖新闻的报道 慕元成二表示 由于日元贬值 让外国游客来旅游能有效地刺激经济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特别让人恼火的视频 和您分享 说的是中共在贵阳人口多达50万的花果园社区 实施饥饿统治 封控5天之后 发放第一批物资时 竟然要政治审查 这一模式可能会在全国推广 物业说手里有个名单 按照名单发放实物 其中平时不服从物业 和物业对着干的 就不给发放实物 还有网友上传自己带着一岁多的孩子 饿得哇哇大哭 没有饭吃的视频 我真的是恼火了 物业是个什么组织 凭什么就能掌握别人有没有饭吃的权利 反对物业怎么了 物业什么时候就至高无上了 啥啥都说的对了 物业算是个什么东西呢 那不得是业主觉得你这会人可以 才决定雇佣你 给你工作机会 让你看守社区安全 维护社区环境的吗 什么时候就变成了 花钱给自己请了一个祖宗了 网友说 买房买房 给自己买了一个高档牢房 还有人说 人权 连吃饭权都要靠跪舔才能实现 还有网友一针见血的说 共产党不就是中国的物业吗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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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